再嘗試 砍到了 收尾刀 剛好隊友飛過來 一起收 捕殺達成 魔刀王拿鐵 歡迎收看我不可能的男子頻道 今天要去玩水牛香腸派對 這場呢是組尼亞斯一起來玩雙排 然後我們是第一次組雙排來玩這個 彩虹島的地圖 然後因為我們是私底下玩啊 沒有收到對方的聲音 所以我這邊來分享一下這一場發生什麼 那拿鐵成為 魔刀王拿鐵 OK 那我們現在 亞斯下一個標 好像是要跳蜂蜜谷吧 然後再有看到一組敵人 往這裡飛 好 發現附近有敵人 兩個 降落我們先撿個武器啊 能量雙槍 撿起來 這邊亞斯直接降落 V衝 直接先收倒一個敵人 這邊一波交戰 第二搞像也倒了 對這邊的話呢 亞斯一降落就 收掉了兩個玩家 這兩個應該是活人啊 就剛剛跟我們一起 飛同個方向的敵人 我們這邊先配一下槍 S16 然後這邊把新槍 新槍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好不好用啊 現在的電腦上都是長這樣 穿著都一樣 回家之前版本的電腦上穿著比較 比較有課金的感覺 然後這個新的電腦現在就是 看起來是新手的那種電腦 新手玩家的服裝啊 然後像派對我大概 一個禮拜玩一次吧 所以這一場算是 上一次直播後就沒有再玩了 然後因為用iphone玩我手感比較好 平常直播的話是用ROG2 這邊又遇到一個電腦 他電腦其實是不會 跳閃的 他們會從地圖中突然間出現 所以我把那個 能量雙槍給亞斯啊 然後他給我UAP9 所以我剛才已經先丟了 因為他好像就玩能量雙槍 那我就跟他說能量雙槍 很怕中後期沒有子彈 因為有時候撿不到 中後期如果運氣差的話撿不到 然後這一區其實 能量子彈很多 多到撿不完 我們這邊就先收集物資 看到一張九球身份卡 這裡竟然被發現 我們在私底下玩 有個觀戰 接下來我們就開著車車呢 要去準備找神秘道具了 我們來看一下亞斯的開車技術好不好 這是第一次跟他玩香腸派對 主隊 有剛好我們參加完活動呢 就來 揪玩一下香腸派對 然後我就用這個很屁孩的笑聲 他也覺得那個恐龍笑聲很屁孩 就是有時候 自己放還好 別人放後他覺得超屁孩 有之前觀眾常遇到觀眾是狂放 還有放一個大便的動作 我們現在要撿神秘道具了 這裏應該是搶得到 亞斯直接停這邊 因為他開不過去 直接滾滾滾呢 這是磨刀 然後磨刀的話 亞斯好像沒有在沒有特別練磨刀吧 所以我就去撿 他把磨刀給我 如果是呆呆龍的話 應該是他的最愛吧 我的最愛其實是呆呆龍 因為呆龍真的是超好用哦 又可以抓人家 又很好燒死人家 這張有到磨刀就是我的 魔王就是該拿磨刀啊 魔刀取得 魔刀拿鐵上班了 這場如果有刺激的話 就是魔刀王拿鐵啊 這邊先來小試一下 又很久沒拿魔刀了 魔刀真的很爽啊 看到就砍 而且他在這裡穿牆砍 有些地方可以穿牆 有些地方好像不能穿 基本上玩魔刀也就是預判啦 你看到敵人在附近的時候 你就可以準備先 魔刀下去了 這邊砍完以後呢 一大堆 波波的 獎勵 拿都拿不完 一堆的量飲料 還有變大大 我這邊把東西丟一下 因為變大大可以讓魔刀的 攻擊 範圍變得更遠 然後玩魔刀的小心就是呢 如果一失手 可能會砍死 砍到自己旁邊的宰具 然後宰具爆掉一個就死掉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站在宰具上面的話呢 盡量不要使用魔刀或聖劍 因為自爆的話就死掉了 這場我是選擇球球身份卡 因為我覺得比較好移動啊 移動上來講 彩虹島這張地圖呢 很多盒有沒有 然後你要跑圈逃跑的話都還沒有用 雅斯這邊選擇開車 我就還是選擇坐他的車車好了 坐車子不用努力啊 不用自己跑 有隊友在真好 這場我們要開始打獵爾 欸 留在巴斯 然後巴斯 雅斯說看到巴斯以後可以玩一招 一招很奸詐的玩法 然後我就讓他開 因為巴斯其實在這個遊戲裡面是最強的宰具啊 玩家如果沒有把車打爆之前 可能要打你你基本上打不到 我現在就坐著巴斯 欣賞風景 這台巴斯真的很棒啊 防彈巴斯 在新手時期我就蠻喜歡這台車的 蠻好撞人的 然後又可以防禦所有子彈攻擊 除了魔刀以外啊 魔刀一砍他就爆了 所以遇到魔刀玩家要小吃 像這場我有魔刀嘛 我只要看到敵人就砍 魔刀主要就是一個很近啊 反正卡住了 他現在說要搶中間的位子 現在玩家剩下 剩下八個人 這最後八個應該都活人 這裏有空頭 現在亞瑟要搶空頭 所以呢 等下會換我來開車車 因為我已經有魔刀了 有魔刀點不用使他武器了 駕駛座騙著我 我負責顧車車啊 那我先坐副駕駛座 才不會消耗人員啊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駕駛座 他持續發動人員會消耗掉 副駕駛座不會 他等一下就洗了 然後亞瑟努力的往那個 空頭方向游泳過去啊 那我這邊在觀察有沒有其他敵人 因為這空頭其實還蠻明顯的 這裡先把 紙窗要拉起來 你看到敵人了 後面有一個敵人 哎呦 越野車 他們下車了 我這邊有跟亞瑟講說 有敵人來囉 然後因為我要吸引炮火 我怕亞瑟在水裡面被打 所以我這裡呢 就趕快把車子開起來 然後他們在打火車 吸引炮火 然後我們把車子藏在這個後面 現在就在騙他們過來 兩個 兩個都有身份卡 兩個都活人 接下來呢 就是拿鐵修一波的時候了 很乖很乖很乖 殺氣騰騰過來 亞瑟現在是繞到我後面這邊來了 來囉 他們來囉 這次我們下來 先砍個視角 看到人了 這邊嘗試 沒砍到 再嘗試 砍到了 收尾刀 剛好隊友飛過來 一起收 武殺達成 魔刀王拿鐵 最好笑的是他的隊友直接飛過來 我頭頂 不知道要幹嘛 結果呢 一起被砍到了 所以一刀兩命啊 這就是魔刀好玩的地方 魔刀他的攻擊範圍其實蠻大了 你看人家使用魔刀都沒 沒事不要飛過去又靠近啊 很容易被波及到 這裡他第一個隊友有打到我 所以我的血量有點少 不過呢 他打到我 他魔刀一砍一下就死掉了 魔刀應該是目前最強的兵器啦 最強的 算是武器之一啦 基本上來講 像天上飛的地上爬的 你都可以砍得到 包括 飛 诶魔龍 诶魔龍 呆呆龍 我都叫魔龍 呆呆龍 一樣 也可以砍得到 沒有吃變大大的時候也可以砍得到 只是說距離要算好 然後如果你要砍更遠的話呢 就吃變大大 這裡我直接飛就好了 因爲我們現在飛要安心區 像魔刀其實我覺得搭五勝卡是比較實用啊 又可以充斥再砍人家 那只是這場後來我就想說玩這個 球球這份卡玩到最後啊 然後搭配一方是看個人啦 大家可以自己喜好 最後玩家剩下四個人 決勝了 兩組人馬 然後亞斯呢 往上繞啊 去找敵人 那我這裡呢 來看一下我怎麼沒有人 我們現在就要全場找敵人了 對 剩下兩 剩下兩組敵人 因爲我們現在已經獲勝了嘛 前三名就算獲勝了 我要開到山坡去了 這場我們就要開始殺殺殺了 我一直在看有沒有敵人 而且還撿到AUG耶 AUG很棒 可是子彈來太少了 好飛了 兩隻說都沒有人 我就飛過去幫忙了 好在這附近 他說這附近有人 我在看在哪裡 撿了一大堆流量飲料 現在就是他誘敵阿 然後呢 敵人打他我就知道敵人在哪 這招很邪惡 一個開車誘敵 一個呢來抓敵人在哪 好像發生敵人了 在他那邊 抓到敵人了 前面 可是這邊我會砍到他 所以我不能夠 直接砍 然後左邊有一個敵人 像如果隊友在附近的話 你砍下去 砍到他的車 你的隊友會先死掉 如果車在 隊友在車裡面的話 有可能會倒 好像遇到一個敵人了 他不知道我拿魔刀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砍 咦沒砍到 我在砍 沒砍到 我在砍 沒砍到 預判 這邊石頭好像砍不到 剛剛看好像砍不到 好他出來以後就砍到了 側面砍 我在側可不可以穿啊 我記得有些 有些東西可以穿 有些就不能穿 總之來講 你看到敵人就狂砍就對了 他如果要探頭打你的話呢 基本上 你砍出去就已經砍得到 就是 他沒有煙鐵的狀況下 這邊我們最後來玩一下 變大大 這邊車快爆了 我看到敵人在上面了 雅兔說敵人在上面 我也看到了 砍下去 直接倒 再砍 我在想說上面有沒有人 再砍 就雅兔說 巴斯這邊有個敵人 我砍 預判砍 巴殺 魔刀王拿鐵 正式出爐 新鮮可口的魔刀王 這砍超遠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拿魔刀後呢 再拿偏大大 這場 SS加 MVP 感謝我們的隊友 尼亞斯 好啦 其實香腸派對 如果 這種 輕鬆玩還蠻舒服的 亂玩亂玩的 我第一次跟雅兔組隊啊 然後這場因為主要拿到魔刀啊 就開始 打開殺戒了 不管是地上跑的 天空飛的呢 還是躲在石頭附近的 全部都收掉啊 然後魔刀這把武器可以練啊 他主要就練說 預判敵人在哪裡 或者你看到他 他探頭他打你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砍下去了 他只要砍到旁邊也是死 因為他有一個 小小的一個範圍就是在 你譬如說石頭好了 你看石頭一點點左邊 你可以看重播 就可以看到呢 怎麼砍到人了 然後這邊也分享一下魔刀的玩法 然後魔刀有更多的一些玩法 也歡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就是你們玩魔刀的時候呢 會用什麼方式去砍死敵人啊 然後再來我忘記 魔刀是不是可以砍到屋子裡面的敵人了 也歡迎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魔刀呢 可以穿哪一些地方 我記得樹好像可以耶 印象中我之前看到 好像敵人在樹後面 我砍下去敵人就死掉了 不確定是因為他靠近樹 剛好是砍到樹的旁邊 然後他出來一點點 還是說 直接穿透去砍到樹後面的人啊 真的就跟大家分享了 好了今天就是我 我跟尼亞斯的雙牌組隊 手遊香腸派對 大家如果想玩這款遊戲的話呢 也趕快下載一起來玩吧 那我們今天遊戲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打鐵的直播影片 可不可以還是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去分享 手遊香腸派對攻略跟起爆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